HELLO 今天又回到我的開箱頻道了 一看這個箱子就知道我又要講一雙380的系列了 開箱之前先喝個小酒 現在已經是在家隔離的第二週了 很多人都已經快每天在家裡都不知道幹什麼 我還蠻幸運的啦 還有一個Youtube頻道可以玩一下弄一下 反正也是興趣的東西 我也會盡量努力有什麼鞋子 我就拿什麼鞋子來開箱 要不然這一個月真的很難 可是我這次要講的是 Long Reflective的版本 如果大家想要看 Reflective的版本 可以看我上一次介紹的 那我上一次是把它跟Alien來做一個對比的 那這一次我就不做對比了 因為上一次要做對比的地方 跟350、380對比我已經講過一遍了 所以這一次我就只是單單的 讓大家可以看到它更仔細更細的位置 這次他出的這個380的版本 有人叫他350 V3 因為他不想要混亂大家的思想 所以他就想到把這個改成380的系列 那正當全世界的人都已經對350 V2出的一系列的顏色跟500捐驗的時候呢 這個380的出現 讓觀眾的眼睛還是有一個眼前一亮的感覺 或者說如果你已經很逆350 V2的話呢 現在他多了一個選項讓大家選擇 時間點我覺得他是出的剛剛好的 那現在他出來Alien跟Mess這兩款呢 在街道上也是很少人會看到 有人穿380 發售的量呢相當少的 比較於350來講的話 欸我的臉開始紅了 你知道在家裡待久了 久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好 那這次要講的是3月25號出的一個鞋款 Vita Bars依舊的是230塊美金加稅 這次他是採用了棕色為主要的色調 那他側面破壞的部分跟中底呢 也透出了淡淡的黃色 視覺效果上面雖然他沒有Alien白透乾淨的感覺 可是他整個質感呢也是非常的另類的 那大家如果看到照片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他是延續了350 V2的編織的鞋面 可是他整個造型的線條呢 是更加的犀利一點 他流線型的鞋身是帶來一個俐落的感覺 我之前也講過了 他是水泥色調的 所以他整個的混族感呢 應該是女生不太喜歡的款 可是男生的話呢 我覺得是比較有特色有性格一點的 這一次全新的配色MISS呢 是延續了350 V2最經典的大地色系 所以他這個深邃不一的棕色的prime knit設計 更突出了380他最標誌性的紋理 如果你看到我之前介紹的時候呢 他那個紋理的紋路看起來是沒這麼的清晰感 因為他只有白色跟灰色色調 這次他添加了淡黃色灰色綠色真灰色這四個色調呢 他整個紋路看起來是更加的突出的 同樣的他是有boost的鞋墊 然後鞋底方面也是用了水泥咖啡色來做大底顏色 鞋子的尾端呢也是有Adidas的標誌 也是有Adidas跟Easy兩個標誌在鞋墊上 那在整整一個月前呢 他就出了Reflective這個版本 所以那上一次我介紹的時候呢 那個顏色其實跟這一次我看到的時候 雖然他的色調是一樣 可是我能感覺出來他的顏色是淡了一點點 比起Reflective 所以其實整雙鞋子的視覺效果上 視覺效果上面我是覺得非常的豐富的 可是如果你說這個水泥色會不會是我自己喜歡的 那我就我不太喜歡髒髒的感覺 我很喜歡那種很乾淨 白色依舊的是我最喜歡的 如果是這一雙跟Alien的話 我反而會選這一雙 雖然Alien也是偏白色 可是他中間的花紋啊灰色的拼湊的顏色 我總是覺得看起來就是髒髒的感覺 我不會留意到他的Pattern 可是因為他這次用了多色的設計 來放在整雙鞋子上面 他整個感覺是非常的有層次感的 而且他這個深邃不一的花紋 我是比較欣賞的 因為其實鞋子對我來講 他已經不是一個鞋子 就已經把他當是藝術品來看 所以如果你說穿著上配衣服上面 這就不是我的Style 我就不會自穿 可是如果你說我願不願意去入手 衣穿380的話 我是非常的願意的 我會當作collection來購買比較多一點 而且我非常appreciate每次easy 他出新的系列 包括700v3 雖然我是覺得穿著沒有350啊 500舒服 可是他的設計來講的話呢 每一次創新新一點東西的話 我都會覺得很難得的感覺 加上他的瘦量又不多 舒適度來講的話呢 他的穿著感覺呢 是跟350v2很像 這邊的包裹的位置呢 他就沒有350這麼的方便 跟容易穿進去穿出來了 他這個你肯定要一定要 stretch一下 你才可以穿進去 你穿久了 就像我之前買的Balenciaga 他穿久了那個襪子的襪套 他就會變爽 然後我就會很心疼 很多人留言跟我說 380的尺寸要怎麼選 我是穿女生的8號 我拿的呢也是男生的7號 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380的鞋款 你還是要穿著一下 看你比較適合 因為每個人的腳型都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拿到380的話 我建議你拿350 同一個號碼 大概就沒問題了 因為350 有一些男生還是要拿大半號 如果大家上stockX上面看呢 這是他的價格 才200多一點 你就可以在stockX上面買到了 如果現在大家是看你的350的話 這一雙就會是大家最好的時機 來換一換口味的時候了 我的臉真的好紅喔 我應該是喝醉了 那我發現我的頻道 都是男生喜歡看 因為主要是講球鞋嘛 然後女生朋友都很不喜歡看 所以我就在instagram上面 搞了一個訪問就說 如果要講女生東西 OK 然後男生呢 都是選球鞋 女生都是選女生東西 所以呢最近在疫情的期間呢 我會盡量的隔一天出影片 那希望我也可以 多收賴一點女生的觀眾 不能只收賴男生的觀眾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是說有什麼問題的朋友呢 我也非常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 我會一一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啦 我們來講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和訂閱我啦 我們下次見 here aí 政策 ihi 我 respir